千万不要被坑 小狗它是看不出来未来长相的 四五十天的小奶狗看起来都非常活泼可爱 有的人会分辨小狗的头版骨量 从而想预测小狗未来的走势 其实这种方法都是丝毫没有任何作用的 有很多小狗小时候看起来骨量很大 头版很大 但是成年了之后体型却非常小 长相却非常难看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选小狗呢 那就是看它父母品相 如果小狗父母品相非常差的话 那么小狗无论品相再好 小时候看起来再活泼可爱 成年之后很大的概率 几乎99% 它是长不到非常标准非常漂亮 玩狗大部分是靠遗传的 你哪怕后天喂养的太好 但是小狗它原本的基因不太行的话 它一样养不出好狗 所以挑狗是最重要的一环 就比如小狗父母肩高80以上 那么这个小狗你喂的再差 肩高至少也能达到70 也是巨型权 所以我们应该是稍微看建筑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